我們來看一下有關 我們課程的名稱其實就涵蓋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Charge-BT 加上Python加上Excel 主要這個課程的目的 當然主要還是以那個 因為有一個AI的部分 甚至是AI的部分 它其實對於程式的撰寫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其實理論上是可以真的幫你寫程式 但是問題是你要該怎麼問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想說 為什麼老師你問他都可以回答你要的答案 但是我問為什麼都得不到正確的答案 那當然有一些重點就是說 我覺得你問的方式 還有就是問的一些關鍵字 我覺得可能一些關鍵術語 你是不是有用到 如果你假設你對關鍵術語不了解的話 那你給他的問題他不懂 即便他是自然語言 他可以聽懂你的意思 但問題他最後不知道 他有的時候說真的他也不懂 所以我覺得他有時候會呼嚨你 給你一個錯的東西 那你好像好厲害 但你一回合都有BUG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 他目前來說還沒有很完美 所以這一點是你要了解 他AI好像被吹捧好像很厲害 但實際上他還是有他一些不足的地方 不過他會不會更好 因為他現在等於才3.5免費版 4的話是要付費 但現在有4.5可能有5 甚至有更新的版本 那不斷進步之後的話 那應該更厲害了 因為目前已經就 讓人家感覺已經很厲害了 那未來如果再過一段時間 一年兩年三年 甚至五年十年之後 那你AI能夠進步到什麼程度呢 所以其實都很令人期待的 那這個感覺其實跟那個 大概1995年那個時候 網路剛興起的時候 會有點類似 因為那時候我上課的時候 覺得說老師 到底要不要學網路啊 大家會有疑惑耶 要不要學這件事 那現在你回頭看 你會覺得 這還用問嗎 會網路 這原始人吧 OK齁 所以其實到底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因為他其實充其量 就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讓你更方便去存取一些知識 然後你可以很快的 把一件事情的問題找到 解決掉就OK了 就跟網路一樣嘛 早期沒有網路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買一堆書耶 然後呢 很常跑圖書館 常跑書店 但有網路之後啊 現在很多人可能不買書了 對 像我查一下 Google一下就OK了 那你說有什麼改變嗎 當然有人很悲觀 會想說 有AI之後 那學生會不會就 不好好學習啊 或怎麼樣 那跟網路新奇一樣嘛 有網路之後 學生難道就不學習了嗎 學生有變壞嗎 好像 沒有啦 我是覺得學生可能 有部分變好 有部分變不好 有沒有 他可能靈活度變很好 因為他很聰明嘛 那他知道找答案嘛 對不對齁 但是問題他就不會很扎實 像以前我們那年代嘛 就是一定要花很多力氣 然後苦讀 現在哪有學生要苦觀 反正他就好 老師你不用 反正我找一下就有了嘛 我幹嘛很易力的事情嘛 就像說以前 出國旅行這件事啊 可能在三十年前 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 對齁 可是你像現在有Google地圖 你有沒有手機一帶著 你隨時你要幹嘛幹嘛就幹嘛 而且航班 跟車票啊什麼的 手機隨便都可以完成的嘛 訂房也是一樣嘛 訂飯吃也是一樣齁 那所以其實你說 他有什麼改變 我覺得他是方便 但他有優點 但他有缺點 你要知道優點跟缺點在哪裡 然後你要節償補短 那我們這個GPT GPT的重點齁 其實是 因為他其實包羅萬 他是一個萬用的 就一般很多其他都可以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軸 是擺在如何讓他幫我 生成程式的這件事情上面 在寫程式這件事情上面齁 下GPT是不是很厲害啦 當然我可以先跟各位講 我是覺得蠻厲害的 因為他背後 我覺得應該是 一個很龐大的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齁 我還找不到答案 我好像說 應該跟那個 微軟說過GitHub這件事 應該很有關係 因為GitHub是目前 網路上可以找到 這個 城市最大的一個資料庫了 OK 因為他上面 至少有2億個城市 可以直接解決問題 那微軟在2018年 為什麼要收購GitHub 他花了75億美金耶 哇這天價耶 對於收購案來說 已經是 你看那個 Oracle收購Java 好像花了什麼 56億好像 我記得 5、60億吧 好像 GitHub 其實有Java這麼厲害 我覺得好像也沒那麼厲害 但問題為什麼 他錢比較多 可見得他重要性很高 那為什麼 這個ChargePT這麼厲害 可以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們有找到相關文章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 我覺得理論上 應該是微軟收購之後 把這些東西 直接丟到GPT 讓他去訓練 讓他很快可以 生成你要的程式 OK 不然的話 怎麼這麼厲害 因為像Google 也有Googlebar Googlebar 一樣的事情 我丟個Googlebar 他居然回答我說 他沒辦法 要不然的話 就隨便丟一個錯誤的東西給我 如果跟ChargePT比起來的話 那應該還有蠻大一段距離的 也就是說 目前ChargePT 其實真的相對 相對是厲害 那為什麼會相對厲害 我覺得背後應該 跟GitHub應該 因為那個GitHub 其實也有在一個付費機制 一個月要30塊的那個CodePilot 就是他也會自動幫你寫成 而且很多工程師其實 他寫程式其實也都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說他不會寫 沒關係 我可以先問一下CodePilot 然後他幫我產生部分的程式 那我再去修改 這樣其實相對的比較 不用花那麼多力氣 OK 你說老師 那這個鞋的品質會比較差 我是覺得 反正可以解決問題 最終還是你自己要去修改 他節省你很多力氣 難不成你要一行一行硬Code 如果你程式假設幾千行 你Call到什麼時候才Call到完 幹嘛那麼累 對不對 其實工程師已經夠累了 像台灣工程師真的是 什麼包山包海的事情 什麼都要做 那大家那麼多時間 那沒有時間休息嘛 所以要想一個辦法 可以讓自己更 稍微輕鬆一點的方式 OK 當然才有可能有多餘的時間 享受寫程式的樂趣吧 對齁 其實寫程式我覺得是一種很愉快的經驗 但是因為你必須要被趕著要結案嘛 所以你要有壓力嘛 所以其實你要怎麼樣能夠 得到一點輕鬆的感覺 這我覺得蠻重要 你要利用AI幫你做一些事情 那我只是說 我這個課程主要是我分享一些我的經驗 因為我在Python跟Excel其實有還蠻長的 像Excel我大概教這個克因 我認識他應該也超過30年了吧 因為Excel大概1993年出來的 第一個版本在Mac上面 不是在Microsoft 雖然他是Microsoft 他是賈伯斯叫比爾蓋斯說 你幫我寫一套Office 他就包了這個 結果隔一年居然在Windows上面 也出現Office 那賈伯斯有什麼感覺 對 我叫你做這個東西 結果你居然是把利器偷偷的 就用在你的Windows上 所以為什麼Windows後來越來越強 對 因為其實賈伯斯就是交了這個壞朋友 對 所以BXI 他只要提到BXI這個名字 他覺得完全非常不屑 這個簡直是比土匪還要更土匪 就山寨嘛 對 等於是說他拿我的智慧 然後用在他自己的地方 撞到他自己的平台 OK 所以其實威爾蓋這家公司 真的還滿厲害的 他已經30幾年這家老公 但是其實他有一段時間是 是真的走下坡了 已經快要不行了 有沒有 從Google 興起之後 威爾蓋就被打到趴在地上了 但是這幾年之後他又爬起來了 OK 我覺得他滿厲害的 我覺得跟AI很有關係 那你說他到底在跟OpenAI之間的是什麼關係 其實這簡不斷裡還亂 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OpenAI是一家獨立的公司 但是一直感覺到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不尋常的 對不對 OK 至於細節啦 因為我們不是記者 我們也不是八卦 我是感覺 這應該不單純 為什麼 因為之前的新聞不是 我本來把他們的執行長給fied掉 把老闆幹掉 有沒有 然後呢 隔天他就說他要跑去微軟 微軟就擁抱他 你來 對不對 然後隔天他們另外一個副手也過去了 結果沒多久呢 他們又內鬥了 最後員工說要把那些董事通通fied掉 然後又把老闆請回來 這什麼 這感覺好像比那個宮廷劇還要更可怕 對不對 所以到底他們之間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他馬上被fied掉 微軟馬上擁抱他 這好像已經寫好的劇本 對不對 好像已經知道說可能你們的人會把你鬥下來 所以沒關係你先過來好了 你先來這邊避難一下 然後把那邊整肅一下 你再回去 那些人都把他踢掉了 OK 這個我覺得微軟比那個誰 賈伯斯 賈伯斯也是同樣的劇本 有沒有 他也是被他們董事會fied掉 他是老闆 結果老闆居然被董事會開除 結果他就去創個外面 又創一個動畫公司吧 然後皮克斯吧 後來因為做得非常好 然後那個Mac不行了 他又回來又把Mac買回去了 感覺 其實他這個也是還滿有趣的故事啦 因為你會發現 原來這個其實 如果真的要把它寫成電影的話 之前有拍過滿多賈伯斯的電影 其實也不會太遜色 OK 而且這還正在發生當中 因為這東西其實還 誰會知道說AI未來的眼睛怎麼樣 一直會問說 然後最近 教育部以來定說 學生不能夠抄襲 不能用AI 對 然後AI產生的報告怎麼樣 會影響品質學習等等的 當然一定會有 而且非常多 OK 像我改報告的時候 我就發現學生用AI產生的 於是那個學生就被我當掉了 真的 一看就知道了嘛 為什麼 因為你用AI產生的語言 雖然說它是自然語言產生的 但問題你說很自然嗎 其實沒有那麼自然 還是有一點機器的味道 OK 而且他用了用詞有沒有 有的時候是對暗的 看得出來嗎 你那個什麼 有一些專有名詞術語 一看就知道 你怎麼可能用對暗的術語呢 而且如果說你只有那邊寫錯 你是通篇都寫錯的話 那應該就有問題了 OK 所以其實如果用AI 當然老師如果夠用心的話 還是看得出來 只是說你要花時間 每一篇他的報告都仔細去看過 一定有問題 OK 所以你說是真的 當然我是覺得 我是站在可以輔助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的目標是想解決問題的話 那它是絕對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工具 但是如果你是要偷懶的話 它也是一個很棒的工具 你要混畢業絕對沒問題 OK 但是前提是你要懂得用它 所以我是站在就是說 有一個新的工具一定有優點也有缺點 但是你一定要取它的優點 然後防止它的缺點會被凸顯出來 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會 我是站在那個大量使用者 所以像我那個報告的時候 我就強調 如果你假設 你給我用AI沒關係 但是你要在報告裡面說明 你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讓我知道 那如果你有用這一點的話 那我報告會給你加分 OK 這是亮點 這絕對是亮點 但是你不要偷偷的用 你用在那個黑暗面啊 有沒有 那那個我當然不可能給你高分 我反而給你低分 因為你今天是抄襲嘛 對齁 那我覺得台灣好像不太容忍 人家用抄襲的 有沒有 很多政治人物啊 本來是很亮的有沒有 突然抄襲 對不對 突然就突就掉到地上了 完全理都不想理你 連看都不想看你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你不誠實嘛 沒有人討厭 沒有人喜歡那種 那個不誠實的人嘛 對不對 沒關係你可以用 但是你要用的誠實 你要用的 讓我知道一下 就像說那個RGB最近 也被那個紐約時報提告 侵犯他的智慧在安全 為什麼 為什麼你寫出來文章裡面 很多都是 就是我報紙裡面的相關的內容 對不對 你也沒有講說你引用我的 所以他也會想說 反正這太多了 因為現在就是 QRGB其實 他這個資料怎麼來的 他也沒有公開 那底分上 他網路上爬下來了 他哪裡爬的 對不對 你總要交代 他都沒有交代 所以這個東西很很很 所以我們主軸就是 希望能夠把 我在用QRGB使用在程式上面的 這個心得跟剛剛做個說明 OK 那剛剛有提到有關那個 問卷 我們來大家來看一下 那問卷部分的話 大家看一下 目前 是否上過 所以 這麼多 沒有 有一個同學沒有 那比較多的大概就是 沒有 但是有缺過其他語言 如果有其他語言 那OK 因為語言其實相通的 我覺得 如果你現在會QRGBT 那更棒 語言可以翻譯的 像比如說 我最近 因為我很熟 像Python 跟Excel VBA 那最近 我又要交一個 那個像Google的Google Sheet 就是Google的試算表 裡面它也有一個叫 GAS 叫Google的App Script 那很像VBA 但是又不一樣 可是 問題是 如果你要重新學習這個語言的話 哇 我發現 QRGB真的棒 我把Excel VBA的程式貼上去 請你幫我把它改成 GAS 而且你還不用給它全稱 GAS 然後把程式貼在下面 Enter 居然程式幫你翻譯完成了 我覺得太棒了 你 那貼上去RUN一下 發現可以耶 那當然就省到我能拿很多力氣了 所以 以後如果假設說 你會一個語言 然後你可以把第二個語言 有沒有 把它 就是貼上去 讓它可以幫你重新翻譯一下 它就會產生另外的語言 比如說你不會Java 但你可能會用到Java 你可以同樣的方法 把Python程式貼上 請你幫我改成Java語言 OK 然後 把底下的Python程式貼給它 它真的可以幫你翻譯 OK 而且喔 這個正確性還非常高耶 讓我覺得 哇 真的簡直 所以以後你只要有會 但前提是你至少要會一種 如果你連一種都不會的話 那也沒辦法翻譯了 你至少要有一種 OK 那其他的話有 有上過Python大概兩個同學 然後沒有有自學的 所以我們這個同學 大家其實 好像程度都有差 其實還蠻大的 不過我 基本上有個主軸 我們就按照這個主軸 慢慢把它講下去 然後你的程度大概落在哪裡 入門的比較多耶 所以我有把影片錄下來 假設你有些地方不太熟 沒關係你回去再看 如果你會的話 你可以再另外問問題沒關係 那有沒有使用過ChargePT的經驗 沒有的占比較少 OK 只有一個 有的話好像比較多 因為ChargePT應該會越來越普遍 只是說你要把ChargePT AI 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那目前的話當然還是主軸 還是停在應用面 可是未來下一個階段 會慢慢會進階到可能是設計面 所謂的你可能 因為目前的AI是屬於共用的 公用的大家都可以用的 那未來可能會不會有一個私用的 私用的AI 就是你們公司可能自己要開發 for你們那個knowledge的那個 就是或者你們的專業領域的那種AI 那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幫你自動產生你要的那些知識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 for你們那個領域 但誰要去開發 對齁你要想當然就是 API 蛤? API有啦 對 但是這個東西是forChargePT的 可是未來如果說你們要給 就是自己設計出自己的東西的話 那可能就不是直接call API 因為call API變成就是 背後還是使用ChargePT的 他就是knowledge-based 他也可以去調整 對那也可以 我在想說未來可能還是 因為那畢竟還是他們幫你做好的 所以未來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自己產生自己的AI 有 自己產生自己公司的AI嗎 現在他有那個knowledge-based 你為你那些資料 你可以產生一個自己的機器人 客服機器人 對 就是call你們自己公司的一些knowledge-based 所以他就是要呼叫他的API 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好像他也不用去呼叫他 他其實用那個就是他有 所以GPT4他有一個你可以去為他資料 為他PDF那些為一為 對對對 然後你把那個叫他不要去網路上browsing 他就從你的這個資料裡面去收行 那就變成你們公司的資料 或是你可以問他法務上面的東西 他也會去做 等於是說他 你為他那些 所以他把這個生成的方式 他也提供出來就對了 對 所以未來當然會有這方面的需求 不是只是他從網路上撈的給你的答案 而是說你們自己也可以建自己的東西出來 OK 所以慢慢演繹 甚至未來可能也不見得只有GPT一個 可能還有別的 像應該很多很多家公司 他也會有這種AI的生成的一個API模組 那剩下來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去知道 該如何去使用這個API的介面 然後呢幫你們公司 產生你們公司需要的這樣的AI出來 那組一組 那就提升你們公司的競爭力吧 對不對 如果每... 但現在就還比誰AI做得最好 所以下一個階段 每個公司都會非常需要很多AI相關的人員 一定會有成立新部門的需求 所以只要是公司一定都會 因為大家都在比賽嘛 你說金融業、銀行也是一樣嘛 大概比誰AI做得最好嘛 對不對 如果最早做出來 而且做得最好的 他的業績 還有他的亮度 絕對是最高的 那自然而然 他這個我想 這個都是重點啦 所以該怎麼做 我想這也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再討論的部分 那其他的話呢 是不是有這個Excel的 因為我們這課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到Excel 因為現在很多應用 好像還是Office裡面的應用 比較... 因為大部分人還是會用到Excel 所以我在想說 最後生成的結果 比如用Python得到的東西 最後是不是可以結合Excel 當然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只是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還有怎麼做比較簡單 因為我發現網路上 或者是說 一般書籍厚厚的一本 然後他講了一大堆 但是重點我們大概就是 只需要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如何把Python的結果 放到Excel 然後讓我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動 或者是利用Python去做一些簡單的處理 幫我把本來Excel裡面 可能做的自動化的事情 用Python去呼叫 得到的結果 可以幫我產生出來 或者打開Excel 裡面就是我要的結果 有沒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那你可以從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說 你用Python去呼叫Excel幫你做 另外一個方式 你在Excel 其實也是可以寫VBA 只是說哪個方式會比較適合 我覺得都可以再思考一下 OK 所以 那大家最有興趣的 就是 如果撰寫 對,這也是我們的主軸 所以我們後面會有一些 就是 如果透過RGBT 幫我們生成 就是Excel 跟Python的程式 OK 然後為什麼來學這個 大半都是比較自動自發的 然後還有興趣 OK 那理論上 我上課會錄影下來 所以我會把那個影片 就寄到各位的 如果你們有留Email的話 我就直接把那個錄影部分 寄到各位的信像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需要講義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雲端上面自己再去 看 因為現在大部分同學 應該都比較習慣用那個 就是 無子化啦 所以我就 因為本來這邊工作人員問我 要不要列印 我說 應該不用吧 因為紙張反而我覺得不方便 而且到時候要丟不環保 所以不然的話看 大家 我就把我的講義放在雲端上面 那你們如果找得到的話 你需要你就自己 要不然就是自己在手機上 或者電腦上面自己再閱讀一下 OK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說呢 我的相關的資料 除了雲端這個講義之外 另外呢 比較多的東西 是會放在這個 這個什麼 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 這個連結上面有個雲端白板 那這個雲端白板 等於有點像講義把它拆分開來 另外就是說 裡面有很多的原始碼 就是我會把原始碼貼在上面 那我會按照這個步驟啦 基本上這個步驟也大概就是說 我們上課的基本內容 第一個 我們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把環境先建置起來 那這個環境要建置的話 如果你假設是Mac 你用Anaconda 如果你不是的話 其實你用懶人包就可以了 這個可以打開來 那步驟基本上就是 上面有相關的說明 你們自己在看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懶人包 那這個懶人包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最好是可以直接解壓縮 下載之後 你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 直接就可以Run了 OK 直接就可以寫程式了 那也就是說 這個懶人包的好處 就是你直接 下載在那一台電腦 你不需要做任何安裝 你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這樣的好處就是 不用像以前 你光要寫個程式 你要裝一大塊東西 尤其設定一大塊東西 還要設定什麼環境變數 什麼一大塊 像最早寫Java的時候 麻煩 OK 那所以 第一個請各位找到 雲端上面 雲端這上面 然後找到有個開發環境 裡面有個叫 就是安裝環境 01這個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叫 Python384.zip 那你們就把它下載下來 OK 不過因為 這檔案不大 大概是208Mbps吧 你又把它下載到你的低碟 OK 如果你假設沒有低碟 你放在低碟其實也OK啦 那我把它 因為我這一台 理論上應該是 之前已經有裝過了 我看一下我這個 我這邊只有C碟 所以我放了C碟 那如果你有低碟的話 你可以放低碟 這邊 這邊有Python384 這邊 OK 那這裡面的話 其實就解壓說之後的結果 這個 這個 然後我看一下我這邊 我的下載在這裡 那解壓說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你們直接把下載的 Python384.zip 直接移到C碟或D碟 OK 建議是放在D碟 直接就按右鍵解壓說就可以 那解壓說的話 我是建議你直接解壓說自此 不要解壓說多一個目錄 那這邊 這邊 看一下 按右鍵 這邊解壓說自此就可以 那解壓說自此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理論上應該會多一個資料夾 記得喔 你不要 記得選的時候解壓說 不要選下面這個 不要選這個 因為它會多一個目錄 記得選這個解壓說自此 OK 如果你有RAR 如果你沒有的話 內心應該有解壓說軟體 你把它解壓說一下 解出來之後的話 應該會看到一個目錄 就在這邊 叫Python384 就這個喔 記得喔 你打開之後呢 裡面不能夠還有多一層目錄 因為如果像你剛剛多一個目錄的話 它就 那個Python384 打開 又一個Python384 那就不對了 你可能要把裡面的東西再搬出來 變成兩層目錄那就錯誤了 OK喔 然後呢 如果你要開始寫程式的話 請記得很簡單 你找到Python384裡面的scripts 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執行程式叫做Spider3.exe 你把它打開來 其實就可以開始寫程式啦 那我們主要就利用這個Spider來寫程式 應該就夠用了 我覺得暫時就很夠用了 當然你寫Python384 至少十種以上的開發環境 但是你說哪一種好 我覺得簡單方便當然最好 因為你目前可能沒用那麼多 給你Python384的功能 也增加你困擾而已啦 那目前這個環境 因為是這個內建的 所以基本上你把它打開就OK了 所以你等於是直接解壓縮 所以請各位第一件事情 先幫我把它直接先看 建議是放低疊 OK 然後把它解壓縮 然後解壓縮之後會多一個目錄 叫Python384的scripts 這邊有個目錄 scripts裡面的這個叫做Spider3.exe 這個執行檔 你把它打開 然後這個時候它Spider就會run起來了 那你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已經OK了 結果我們這個解釋度好像有點怪怪的 試試看好了齁 你的解釋度 Milliarden 你看 你